影绝口不提张韶涵。 范范,不重要的是放下吧。 范伟奇对于与张韶涵不合的消息,闭口不谈,只提到不重要的是放下吧。 图记者陈明安社,20180308。 日前范伟奇因为与张韶涵不合一事,再次登上媒体版面,在微博上被网友猛攻了她。 范范少见的亲战火线回应,刚好今8日她出席代言活动,被问到此事时,她尴尬回应媒体。 与张韶涵不合的事情再度被掀开,被问到最近心情如何。范范笑说心情还好,在家中就把心思放小孩身上。 接着提到带着小孩去坐了台铁,捷运,似乎有一项回避话题。 也许是近来太多风雨,范范日前还发了一首晚安诗,原来这首诗对她来说感触很多。 她说,我在为人母,人稀,许多不同角色转换,心情上会有压力,但希望能把这些压力当成养分,像海一样吸收。 研盘间似乎透露先前的事情对她造成了压力。 范伟奇谈到与张韶涵不合一事,都表示不愿意多谈。 图记者陈明安设,2001是80308。 而后她谈到面对最近接种而来的批评,范范提到,一开始都会在意,尤其是那些针对小孩家人的,她都会特别生气。 随即她话锋一转表示,我的心脏越来越强大,不友善的言论现在不会去在意,我会好好的为爱我的人,关心我的人努力,那些批评我会欣然接受。 不过我还是希望那些恶意对我的家人小孩的批评不要看到比较好。 媒体再一次提到与张韶涵不合的事情,她仍面带微笑,开口说道,不重要的事情放下吧,我再也不回应这些事。 范范维奇闭口不谈与张韶涵不合一事,图记者陈明安设,2001是80308。 新闻授权来源,Now News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